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KSSM Form Form Max Inequalities,同时也是KBSM Additional Max for Form 5.6. Okay,现在来到期目, a shop sells two types of scientific calculator, type A and type B. The profit from the sale of a unit of scientific calculator of type A is RM7 and a unit of scientific calculator of type B is RM5. The shop sells X unit of type A scientific calculator and Y unit of type B scientific calculator. Based on the following constraints, number one, the maximum number of scientific calculator in the shop is 200. Number two, the number of scientific calculator of type B is at least two-third of the number of scientific calculator of type A. So, based on number two, we will write the inequality Y is at least two over three, the number of scientific calculator A. Okay,首先呢,我们就先把那个句子转换成数学的符号。 So,如果你看到说maximum就是小过或者是等于。 Okay,如果你看到at least呢,就是说大过或者是等于。 那刚才讲过了这个A呢,我们是用X,B呢,我们是用Y。 OK,如果他讲maximum number呢,我们就把那个X加Y不可以超过或者是等于200。 因为他讲不可以超过。 maximum就是说不可以超过,可以等于。 OK,那第二个呢,就是Y比C大过等于2三。 第三个呢,他讲total profit is at least RM350。 如果你看到total profit,你就拿那个计算机A的那个 profit, 加上计算机B的 profit,乘起来,乘它那个数量。 OK,如果卖一架calculatorA的那个 profit是7块钱, 那calculatorB是5块钱, 那如果你卖X个calculatorA, X个不知道多少个,就7乘X。 OK,然后加上这个calculatorB是5块钱, 就是5Y。 OK,所以他讲profit是at least,at least是大过,可以等于350。 所以其实这个topic呢,你读了过后呢, 你就把它转换去数学的符号,in equality。 所以你就写出来,at least是大过,或者是等于。 at least是至少,比如说你要记格至少要40分, 就是说40也可以,41也可以是超过40的意思, 可是可以包括40,明白吗? 如果他讲maximum, maximum你就想,OK,我的数学分数最多, maximum是最高,是100分,我可以考到的是。 所以你不可以超过100分,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写小以,或者是等于可以100分,对吗? 这样子要想一下。 所以我们写了in equality过后呢, 我们就给他相等,才来找那个点,要找出两点。 in equality写好了,就写equation, equation写好了,就找出两个点。 找出两个点过后呢,就画, plot那个点在那个graph那边, 然后才用纸画一条纸线。 OK,比如这个x加y,x加y小以等于200, 我就给x0,把0带进去, 那我的y就是等于200, 0加y等于200, so y是等于200, 因为我们要找, 我们要找的点, 有的点才有线, 有的线才有那个地区, 或者是范围, 或者是我们讲area, area就是面积啦, OK, 所以你有一个点是没有办法画直线的, so你现在就给, 刚才是给x0啦, 现在我们是给y0, 如果你给y0, 你带进去, x加y等于200, 那x加, 你就设y0, so你的x是200, 如果200找不到呢, 你就用别的数字, 可能不要用y0啦, 你可以用y其他的数字, 可能y50, 如果y50的话, x就150, 这样子, OK, 明白吗, 减出来, 第二个equation呢, y大过等于2 over 3x, 那你就给x0, 带进去y就等于0, 我们一般上都是先是x和y0, 因为如果它是x0的话, 那条线就会切在yaxis, 如果你的y0的话, 它就会切在yaxis, 所以比较容易画, OK, so你可以用x0, y0, 或者是x等于40, y就是, 不要x等于30也可以, 30就是2 over 3乘30, 对吗, 所以你就拿到y是20, OK, so你可以用任何的数字, 假设你用x60的话, OK, 你的y就是40, 那这一个7x加5y, 你给它等于350, 如果x0的话, 你就把那个x, 7x把它盖起来, 用手指盖起来, 然后你就除350除5, 5,7, 35, 7,10啊, OK, 然后x0, 假设你的x0, y就70, 假设你的y0, y0就是350除7, 就50啦, OK吗, 找两个点出来, 两个点, OK, 然后你就把那两个点一找出来, 你就点出来在你的graph那边, OK, 假设我们现在看y20, x180, 那我们的graph那边有x180, 你就去x轴那边, 找x180, 然后找y20, 才把它标上去, OK, 用圆圈, 用一个dot, 或者是打叉也可以, OK, 那现在x0, y200, y20, x180, OK, 所以我们找不到x200, 我们可以找任何的, 数字, 总是是整数都可以了, OK, 现在我已经画出来了, x加y, 小乙等于200, 所以我要用一条红色线, 来标明, 我等一下要下面那个地区, 那个范围, 因为它是小乙嘛, in equality是一个范围来的, 一个区域, OK, 一个我们讲area来的, 也可以讲线下的面积, 我们要线下的面积, OK, 好, 现在我们就画另外一条线, 另外一条线是y大过等于, y等于203x嘛, so我们刚才找到00, 对不对, so我们就去点出来那个00, y等于203x, 我们有两个点, 一个是x等于0, y等于0, 对不对, 那你就去, 你的x轴那边找x0, 去y轴那边找y0, 其实是在origin那个点, 如果是00它就穿过那个origin, 我们讲原点, 那你如果40的话就60对不对, 30的话就是20, 任何两点就够了, 但是要对, 那两点要对, OK, 然后呢就另外一条线, 等下我们要画上那个红线在线上,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in equality是大过的, 大过等于, so红线放在线条上, 好, 现在我们还有一条线是7x加5y等于350, 对吗, so刚才我们已经找了两个点, 就是一个是x0, y等于70, 还有一个是y0, x等于50, 我们先点出来, x0,y70, 对吗, 就在那个点, 那个x轴那边表出那个点, 然后才用纸, 用纸画出来, 画直线, 而且要放在那个那两点那边, 准准才画线, 准确是很重要的, so现在我们就找点线, so我现在要找的是, x0, y70, 然后呢, y0,x50, 找到了我就, 画线, 画线了, 因为是大过等于, 我的红线呢, 必须放在线上面, 明白吗, 这样子, 现在你找一个范围, 有三个边都有红线的, 那就是我所指的那个地方, ok, 那个地方我们就是叫我们的shaded regionR, shaded regionR就是说, 它是受三个条件所限制的, ok,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解除我们的以下的那些问题, 全部的答案都必须从那个shaded region找出来, 而且呢, 你必须, 当你找的时候有两个条件, 就是说, 你要确定, 它是在shaded region里面, 在那个范围里面, 而且呢, 它必须是整数的, ok, 好, 现在我们要找, minimum number of scientific calculator, AA就是x对吗, 我们要找x最小的, if 42 calculator of type B, B就是y对对, 所以我们就去y那边, 找出42, y如果等于42, 一定要穿过y axis的, 这样子, 一条红线, y等于42, 当y等于42, 你的x在那个范围里面, 在那个shaded region里面, 穿过那条红线, 最小的, 就是那个点, 我点出来了, 明白吗, 就是说, 它要动到y等于42那条红线, 而且要穿过那个, 你刚才shaded的那个区域, 那个范围, 而且必须x是最小的, 因为它讲minimum, 所以你找到的x要最小的, 如果它叫你找最大, 它会讲maximum, 如果它两个都要, 它会讲range, 所以它这里只是讲minimum, 所以你就给它最小的, 就读出来, ok, 所以你就去读你的x, 读准准啊, 看好好啊, 如果它是小数点, 你就找比较里面的点, 给它整数, ok, 我们没有0.5个东西, ok, 量子, 量数量是永远都是, 整数的, 所以我读出来, 我这样, 你这样点点点, 这样读出来, 才会算对, 所以就写成一个句子, 写成一个句子, minimum number of scientific, calculator of type A, equal to 20, 一定要写成句子, 因为句子呢, 其实是说, 你在表达正确的, 资讯给人家, ok, 不要只写A等于20, 或者是X等于20, 没有意思, 那个X呢, 它是有意思的, ok, 接下来呢, 用你的graph, 找 maximum profit that can be obtained, ok, 来, 我们的 profit呢,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对不对, 我们已经写了7X加5Y, 对不对, ok, calculator A, 7块钱, calculator B是5块钱, so全部, 我们要算多少个计算机A, 多少个计算机B, 在那个受限制的范围里面, so现在我们就去看, calculator of type A, profit is 7 ringgit, 已经给了, 在题目那边, 有没有, 它已经给你的, ok, 一个unit, a unit, 你看到吗, a unit of calculator B, 是5块钱, ok, 从题目那边, 你可以找到那个, 我们讲, objective function, 其实它是一个equation, 找你的profit来的, 明白吗, so你看那个profit, 你就写profit等于7X加5Y, 有时候你看到, 有些书本它会写K等于7X加5Y, 因为那个K是位置数嘛, 不要写X啦, 因为你的X已经代表那个计算机A的数量, ok, 所以你就去那个, 所以你就去那个, 7X加5Y, 你要找这一个equation, 然后要把这个, 这条线推上推下, 记得吗, 推上就是最大的, 推下就是最小的, 穿过那个shader region, 所以如果你找7和5好像太小了, 你就把它放大, 我们把它放大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找平行线比较, 比较高一点, 比较长一点, 所以我就乘3, 乘3就是21, 7X3, 21, 5乘3, 两个都要乘3, 因为它是gradient, 5乘3是15, 21和15, OK, 你们就去那个Y那边找21, 然后又去X那边找15, 然后就划线, 划一条线, 然后就把那条线推上推下, 横线那个刚才你涂黑那个范围, 如果你推到最高, 就是那个maximum profit, 如果它那条线是在最下, 穿过那个shader region的最低的点, 那个就是minimum profit, OK, 现在我画出来, 你看到吗, 我放在21和15, 我就把那条线推上去, 你如果不要推的话, 你就找多几点哦, 比如可能是你乘4, 乘4就是28和5, 5乘4就20, 又或者是70和50, 或140, 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吗, 你可以乘20吗, 140就100这样子, 这样子画平行线这样子, 或者是你放两把扯, 你就推上去, 靠着28车L shape推上去, 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你看哈, 7x加5y它是一个盈利的那个equation来的, 当你推上推下, 横约那个蓝色期, 就是说你其实是符合那三个条件的限制下, 在找你的量x和y, 所以你看我推, 那个是最低的, OK, 那越来越高, 你看它的 profit越来越高, 有没有500多, 540, 580, 620, 660, 690, 720多, 769, 79810, 所以很快你可以看到, 那个数字一直在增加, 当你推高, 971, 还有嘞, 所以那个点还不是最高的, 所以真正最高的 profit, 是在那个点, 明白吗, 所以有时候你们因为没有画线, 你大概大概看哦, 你拿角落的点, 你会 miss掉那个 maximum的 point, maximum point是在那个角落, 有看到吗, 所以他算出来的那个 profit, 最高的 profit, 最高的盈利呢, 是1240, 因为我相信呢, 很多同学其实是, 他们其实是不会做这一个部分, 因为很多老师就说, 你们不用做的, 你们就找那个角落的点, 带进去就可以了, 其实还是要做的, 要这样子做, 你这样子, 像我这样子做, 你找了那个点, 你就会拿到120和80, 而且是准准的, 你的答案, 这个是秘方来的哦, 请你们跟着这个YouTube, 做120和80, 你这样子做呢, 你就会很有把握十分, 所以120和80是会使到这个商家呢, 得到最大的盈利, 在受这三个条件的限制下, 你把它带进去了, 你就得到答案, so, 你看哈, 我再重做一遍给你, 我原本的是21和15是吗, 我找了那条线, 我就把它推上去, 你看到吗, 我推上去, 其实到了120和80, 我就拿那个点, 我把它带进去那个equation里面, so, 我就写, maximum profit是7乘120, 加5乘80, ok, x的带进去xy的带进去y, 答案是1240令吉, ok,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收听, 祝你们生活, 愉快, 身体健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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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